摘下来,并汇入到割台的两个小输送草中 然后,果碎通过两个小输送草运输到横输送草 他承接两个小输送草,通过溜草滑落进来的果碎 并同步地将它们送入到大输送草中 通过大输送草再进入粮仓 粮仓是暂存玉米碎的器具 装满后,可卸在备好的车辆上或开到指定地点卸下 然后,通过液压系统卸粮,方便灵活,省工省时 结干环田机 它将摘掉了果碎的玉米结干粉碎并抛洒在田地里 传动系统 是利用拖拉机的后花键轴将动力分支 一部分直接传给环田机 另一部分通过焊合的链轨 将动力传给一级传动轴 然后,由一级传动轴传给二级传动轴 再由二级传动轴,通过前万向轴传给割台主传动箱后 再把动力传给割台部分 割台是通过前活动架和后固定架与拖拉机联系在一起的 凉仓固定在拖拉机后上部 大输送槽安装在拖拉机的右侧 环田机通过拖拉机自身的悬挂装置 连接在拖拉机的后面 液压系统为玉米机的控制系统 通过液压装置控制割台的高度 以适应截碎高度不同的玉米收获 粮仓的翻转 环田机的升降 全部为液压控制 二,工作原理 收获玉米的过程 先将割台的三个割道对准玉米行 割台上每个割道前部都有V字形导向装置 称作辅导器 它的作用是在机器前进时 引导玉米接杆进入两道摘碎滚前端的入口 V字形入口处还设有剥合装置 它能夹持玉米接杆 并将其未入摘碎装置 摘碎装置是两对相向旋转的 表面带螺旋凹筋的螺旋爪形摘碎滚 组成两条割道 摘碎滚的轴线与水平面 呈25度到30度青角 玉米接杆沿颜摘碎滚轴线方向未入 被摘碎滚向后下方拉动 玉米碎因粗大和坚硬 不能通过两摘碎滚的间隙 被摘碎滚上的螺旋爪卡住并摘下 被摘下的玉米碎分别落入左右两个小输送槽 经过两极输送进入后面的粮仓 环田机最后将玉米结杆切碎 从而一次完成